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元介绍了第29位的大善之士 就是大天神 那这位大天神呢 他主要所修的菩萨解脱法门呢 就是云网解脱菩萨法门 那在这个法门里面呢 他告诉善才同志的 就是主要以布施 用自己的福报 而能够有各种的种种的珠宝 种种的世间的最上等的庄严的器具 还有童女等等 来供养佛 还有来布施众生 那用这样子的布施呢 来发起众生 能够也行布施 然后能够修六度波罗蜜 所以他自己本身是这样子在修学 然后他也用这个方法来教导善才同志 那进一步呢 他也能够视线种种的静 来对治众生的贪 称 吃 所以在贪里面呢 他是现不静观 那称呢 就是现更加的凶恶的相 来下主众生的这样子的 不能调伏的称怨的心 那用让众生看到世间的无常 而能够激发自己的精进的心 来对治众生的吃 所以他是用昏臣跟懒惰来代表吃 那因为我们接着呢 是要介绍下面的地神 那我们先把前面一位的大天神里面的内容 在做这样的一个要点的提示 那最主要的 因为大天神所教导的这样的一个菩萨法门 在对我们众生来修学菩萨道的 这样的方法里面呢 可以说是最能够契机我们众生的 这种方法 那我们之前所介绍的很多的大善知识 大菩萨他们的这种神通力量 可以说是非常的无量无数 那么可以看到佛刹或是他们所献的这些神通力 那这些境界呢 好像都是我们众生不太能够直接是去了解的 那可以说是不思议的境界 那在大天神所视线的这样的 布施的这种菩萨行门呢 对我们众生来说是比较能够契路的 所以是以布施为作菩萨蜜 就是到彼岸 就是说得到解脱这样的法门的一种入门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我们能够多学习的 先开发我们能够愿意不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 然后能够施难舍的这些的这种我们的所有的喜欢的东西 那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契路 所以这个是大天神的云王解脱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大天神 他告诉善才童子 还要再去参学的下面一位的善知识呢 也就是在颜福提摩街提国菩提场中的主地神 就是最主要的一位土地神 那他的名字叫做安住 所以我们接着呢就来看这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三称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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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经文里面就是介绍善才童子呢 他就离开了大天神以后呢 他就去摩街提国菩提场内 安住神所 百万地神同在其中 这是表示呢 地点跟主要的要参访的对象 那这个地点呢 是属于颜福提的摩街提国 那这个摩街提国呢 也就是指着 释迦摩尼佛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名字 那因为一般呢 也有翻译作摩街陀 那这个是从梵文的音来音译的 那菩提场呢 也是指着释迦摩尼佛开悟的 这个菩提树的这个地点 那所以这位地神呢 他是主要的地点就是在摩街陀国 然后这个菩提树的这个地区的 主要的主要的地神 那除了这位安住神 这位地神以外呢 还有百万的地神 那他们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呢 看到善才同志来啊 他们就互相呢 就谈论 所以说更相谓言 此来同志即是佛藏 必当谱为一切众生 做所依处 所以这里呢 他们等于说 神一看到善才同志 还没有听到善才同志说话呢 就已经知道善才同志呢 他是怀有这个 就是学佛的这种心 那么他可以成就佛果 所以称善才同志 称为佛藏 所以说现在来的这一位同志 他就是佛藏 就是等于是说 他可以成就佛的功德力 那是一位很殊胜的一位孩子 而且呢 他也会成为一切众生 所皈依的地方 那皈依呢 就是等于是找一个庇护的地方 所以因为菩萨呢 有功德力 所以可以让众生作为皈依处 那又说 也是指着对这位善才同志 他是必当普坏一切众生无明确 那么一方面是可以做众生的皈依的地方 那一方面呢 这个善才同志 他也可以呢 就是坏一切众生的无明确 就是等于呢 他可以帮助众生 能够去除众生的这些无明 那确呢 是一个好像软 就是一个淡这样子的一个壳 那无明呢 就好像是一个壳这样子 把我们众生包住 那菩萨呢 他因为有无量的功德 那智慧呢 可以对峙众生的无明 所以就把这个无明像淡一样呢 把那个壳把它去掉 那去掉的话 就等于是不会还在黑暗里面 所以这个是辟育 所以这些百万的地神 包括这位安住地神 他们就已经认出来 善才同志的这样的一个殊胜功德力 所以他说 此人已生法王种中 说善才同志呢 他是已经生在法王种 就等于是说 他呢就是可以成就法王 那他的种子呢 也就是可以生成法王的 所以他现在呢 已经有这样子的法王的这种 这种法王性 所以说法王种 那当以离构无碍法征 而惯其守 当开智慧大征宝藏 吹拂一切邪论异道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在赞叹善才同志 那么他呢 应该呢 是有这种离构无碍的这种法 来作为他的装饰 就是善才同志呢 已经去除了这种无名 那么他的本性呢 已经是契合成佛的这样子的 的一种性质了 所以呢 这个针呢 是一种施之品的一种称呼啦 那因为我们中国人呢 就是习惯用这个布绑在头上 所以呢 这个代表呢 就是说他已经呢 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成就啊 所以绑这样子的布呢 是代表说 善才同志是已经没有成够了 离诸烦恼啦 那么而且呢 他是没有这种障碍了 因为他已经非常精进勇猛的 这种求佛法 要能够成就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嘛 所以呢 他应该绑这样子的一条 这种施之的品的这种金 把他绑在头上 就作为一个 让众中都可以 看得到的一个标志啦 所以呢 他也可以开智慧大珍藏 珍宝藏 因为他的这样子的 这种精进求佛啦 所以呢 他有这么多的智慧财宝啊 所以能够吹拂一切 邪论异道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这些的地神啊 他们看到善才同志 走过来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呢 就认识了善才同志的这样的 他的这种成佛的这种可能性啊 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啊 都是这样在 在谈论善才同志来赞叹他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安住等百万地神 他们就放大光明 骗照三千大千世界 谱令大地同时正候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表示呢 这种殊胜的因缘啊 因为善才同志到了这些 土地神的地方啊 那么土地神呢 他们也用他们的这种反应呢 来等于是赞叹善善才同志 然后呢 他也知道善才同志是要来跟他们参学的 所以他们也要把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力啊 就显现出来 所以呢 这些地神啊 都放大光明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这种神通 有这种功德力在那里 那用这些光明呢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来普令大地同时正候 这些光所照的地方呢 那就可以呢 就是出这种大的这种声音呢 那这些呢 都是表示说这地神呢 跟整个的环境啊 跟整个大地呢 都是一体的 所以当地神放大光明的时候 等于就是说 这个世间啊 都要把他们最美好的这种部分呢 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大地呢 也出声音了 然后呢 大地里面的种种宝物啊 处处的庄严啊 那也全部都把它显现出来 还有呢 影节光流 地厢建侧 就是这些庄严的宝物 本身呢 也都是发光 那光光相照 就好像是光的河流一样 就好像是一条光河这样子啦 在那里这样子的流动 所以呢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清澈光明 那一切的叶树 巨石生长 一切花树 咸共开福 一切果树 米不成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 显现大地的这一些树啊 不会开花 不会结果的 那就是只有树叶的这种树 那么它的叶子呢 也都全部长出来 都是非常的茂盛 那如果会开花的 那么这种的花 也全部都开花了 那如果是这个树呢 是会结果的 那也许是我们吃的水果啦 果实的这一些 这一些果树啊 那结果呢 这些果实也都成熟了 所以这表示说 地神啊 他们的欢喜心放到光明啊 就可以成就世间的这一些的植物 那应该是本来这个水果啊 或是这一些植物啊 应该都是适时啊 就是春夏秋冬了 应该都是有不同的季节 可是在这个时候 等于是 等于是 不是季节的 花啦 果啦 也都在这个时候都成熟了 开花了 还有一切河流地相贯注 就是地上的这一些河流啊 全部都非常的这个水分都很充足了 那可以呢 都是很畅流的在这个河道里面啊 就是在那里很流通 那一切的池昭皆昔盈满 就是池水啊 我们说这种湖泊啊 这一些呢 地方呢 也都满了 那这表示呢 这是很丰盛的时候啊 不是干旱 然后呢 雨戏相雨 遍洒其地 连这个天上也都下香雨 这个好像香水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算是 这个天地之间啊 全部都非常的这种茂盛 还有呢这个风来吹花 浦散其上 就是有风一阵一阵的风啊 吹了这个花呢 都啊 总是说飘扬在这个地上 还有无数的音乐一时俱奏 就是这个空中呢 就是飘扬的这种乐曲啦 那各种的这种美好的音乐啊 就是一起在演奏这样啊 就好像极乐世界说 这个珠宝啊 互相碰撞啊 出荷雅音啊 那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的 令人喜欢的这种声音 还有天庄严俱弦出美音 那天可以说就是在演奏的这一些美好的音乐啊 那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环境里面的一报 就是山河大地啊 还有花草树木啊 这里是没有讲到草啦 那不过呢 就是表示整个的生存的这种空间啊 他是随着这一些地神的这种放光呢 那他们也得到这样子的这种鼓舞呢 就呈现的非常茂盛的这样的一面 然后呢 还有这些动物 动物呢就是用牛 牛王 象就象王 还有狮子狮王 就这些的动物就是列举这三种 等于是动物里面的这种最 可以说最有力的 就是牛还有象跟狮子 或是最勇猛的来做代表啦 还有等等那应该是包括一切的这些动物啊 那皆生欢喜踊跃 笑吼 就大家都出来了 这些动物也都出来 就是能够 就是发出他们的这种声音啊 吼叫啊 那犹如大山相及出声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些动物呢应该 也是因为受到地神的光明的这样的一种感召啊 所以他们也都非常的欢喜而出来 这样子的跳跃啊 这种出声音这样 还有呢 百千福藏自然涌现 从地里面的这些宝藏 福藏 那有这些矿物啊 那都显现出来 像我们还要去挖金银 还有这些宝石啊 都是在这种地里面的这一些矿物质 是珍宝的这一些部分啊 那结果都自然浮现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安住地神呢 就是善才同志呢 他受到大天神的指引啊 要去参访的对象 就是除了这一百万的地神之外 那是安住地神呢 那他是应该是这一些地神里面的 这个就是主 所以说是主地神 那是主要的地神 所以他就告诉善才同志 说善来同志 鲁于此地沉重善根 我为鲁献鲁欲见佛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地神就告诉善才同志啊 他说你这样子的一个 值得赞叹的一个年轻人啊 那你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要行菩萨行要修菩萨道 那到处来参学啊 所以呢你来到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你在以前呢 就在这里种过善根啦 那这位安住地神呢 他就告诉善才同志说 你种过的这些善根啊 你要不要看一看啊 有哪一些的这种善果啊 那这个时候呢 善才同志他就礼地神族 他就顶礼这位安住地神 那他就落无数扎 然后合掌以后呢 他就回答说 圣者为然欲见 他就告诉安住地神说 好啊 那我会想渐渐看啊 这个时候呢 安住地神呢 他就以足按地 就把他的脚啊 就按一下这个地啊 我们在释迦摩尼佛成佛的时候啊 那因为他受到这个魔王的 这样的一种考验啊 用石头啊 用武力啊 来攻击释迦摩尼佛 想要把他吓倒啊 那后来又用这一些他的女儿啊 想来诱惑那个释迦摩尼佛 结果都没有办法啊 就是让释迦摩尼佛退道心啊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真正就是觉悟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魔王呢 他就要考验释迦摩尼佛说 那你怎么样证明你是成佛呢 那个时候是释迦摩尼佛用手 用手按地 那要请这个地母来帮他做证明啊 说他过去累劫都在修善行 就在修菩萨道 所以他用手按地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释迦摩尼佛呢 就有一只手触地 就叫触地印 那现在这位安住地神呢 他是用脚 因为他是地神啊 所以他的脚一按到地上啊 这个地就知道地神要他们做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了解到安住地神呢 就是要把以前善才同志在这个地方所做过的这么多的善根的这种善果啊 所以这个地呢 他们了解了安住地神 所以他们呢就 百千亿阿僧其宝藏自然涌出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啊 其实上也都是有灵性的 那像释迦摩尼佛一手触地 那地母就显现出来为释迦摩尼佛作证了 那这里的这个地呢一受到安住地神的这个脚一按地啊 那地也就显现了过去善才同志所种的善根的 而得到的善果 那这些善果呢也就是很多的保障 所以这个好像是善才同志他为什么他的名称叫做善才啊 就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呢 就是还没有生之前他一入胎 他们家里呢就到处啊就生出宝物啊 那等到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呢 那些宝物呢都增加好几次 都变很高了 所以他们家呢都是因为善才同志呢 生到他们家呢就充满了各种的财宝 所以呢他的父母呢 还有这个附近的人呢都称他 这个小孩叫善才 就是啊这个小孩子真有福气啊 带来这么多的财宝 是这样 那在这里呢就是安住地神呢 他也是要显示善才同志的 就是说他真的以前过去是修这么多的善根啦 善行所以呢他真的有很多的这种福报 所以连到了这个摩羯提国 然后这个菩提树的这个道场的地方呢 也有他的这个善根的这种保障 所以呢这个时候 安住地神呢 他让这个土地显现了这么多的保障 以后呢他就告诉善才同志 他说善男子金池宝藏水足与鲁 他说这些保障啊就会跟着你 就是因为这些保障就是善才同志 所修的福德因缘所成就的这些果报啊 所以这些保障自然是会跟着善才同志 还有呢是鲁往期善根果报 就是你以前所种的善行的这种善报 那是鲁福利之所赦受 还有呢鲁应随意自在受用 所以这些呢就是善才同志的这种福德所成就的 所以呢他就可以自在受用 这个等于是他修来的 所以安住地神呢 他就告诉善才同志啊 他所成就的这一些的果报 善的因缘而成就的这一些的保障啊 那接着呢他就告诉善才同志 因为善才同志要来参访嘛 所以他要告诉善才同志 那说他所修的这个菩萨法门是什么 所以他告诉善才同志说 我得菩萨解脱明不可坏智慧障 所以这位安住地神啊 他所正道的跟他所修的菩萨的法门 就是不可坏智慧障 是不可以毁坏的这种智慧的保障啊 常以持法成就众生 那他是这样子修 那也是这样子成就 就是他已经可以用这种法门来利益众生了 那他告诉善才同志 直接的就是他这个不可坏智慧障的内容 他说我意志从兰登佛来 就是说他呢 唯意起来啊 他最早的时候 他可以记忆到的是 可以达到兰登佛那个时候 那我们知道兰登佛呢 是古佛 那一般最重要的兰登佛的事迹呢 也就是释迦摩尼佛 就是在兰登佛的时候发心 那么把他的头发就是铺在地上 那让兰登佛走过 因为那个时候地上就是有一滩水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供养佛的这样的一个心 就让兰登佛受祭释迦摩尼佛 将来可以成佛名释迦摩尼 所以兰登佛那个时候呢 这位安住地神就已经在 那个时候开始在学习菩萨行 所以这位安住地神应该可以说 是释迦摩尼佛的同学 那那么早 那么久以前 他已经开始在修学 这个菩萨行 那么他当时呢 是怎么样的修的呢 他是说他常随菩萨 他是随时呢